大家好,我是严太郎 2024年美国特朗普又在参选美国总统 很多人都很关心特朗普到底能不能当选 因为特朗普如果当选美国总统的话 将会改变美国现行的很多政策 对中美关系以及美股都有重大的影响 所以今天严太郎尝试从玄学八字命理的角度 去分析一下特朗普这次到底能不能当选 然后再分析一下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将会对美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声明一下这个视频是仅宫娱乐的 大家不管对错大家都笑一笑 在分析具体的八字之前 我们给出特朗普八字分析的结论 特朗普会在2024年当选美国总统 我们要算特朗普的八字的话 肯定需要知道他的出生的年月日时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维基百科 上面显示是在1946年的6月14日 生在就是美国的纽约 但是现在还缺一个时间啊 因为我们推八字要年月日时四驻嘛 颜太郎自己推了一个 是他的八字是四驻啊 也就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排出就是特朗普的这个八字是这样的啊 就是 笔须年甲午月 几位日 几次时 这个这个八字特别有特点 可以说颜太郎看了这么多八字中最有特点的一个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我们一起看一看啊 这个 我们知道饼是阳火啊 甲乙丙地物几跟一些人鬼 饼是阳火 那个 虚呢 是土 然后甲是木啊 武是火 然后 几呢 是土 物几土嘛 胃也是土 这个四也是火 啊 吉也是土 大家看到 这个八字面除了甲是木以外 其他的全部是 要么是火 要么是土 呃 我们知道 火是生土的 这个阅历上的五啊 五火生吉土 也就是说 对他自己啊 这个日元 日干呢 日天干 这个吉 就是特朗普自己 其他的 要么就是他的同类 土 要么就是生他的 比火 所以说 他的火和土很旺 就唯一一个 一个甲木 所以说 稍微懂一点点八字的人 就知道 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八字 是身强 毫无疑问的 身强 很强 他这个 然后我们呃 呃 再从 呃 甘之的 河的角度去看一下啊 这个甲木呢 甲木 木刻土 刻我者为官杀 所以是他的正官 就这个不一样 但是大家看一下 这个甲木是没有根的啊 这个柄火呢 他是从这个地方啊 就是石枝里面的 四火里面 有一个柄 他从那个地之 透到天干 然后 这个极土啊 他也是从 大家看到 月之和日之 他两个 透出到天干 所以他这个 这三个啊 就是火和土 都是有根的 都很强 然后这个甲木呢 是没有根的 这个 基本上就是呃 这个申墙是毫无疑问的 然后我们 其实这个 这个这个 特朗普这个八字 不是一般的墙 是极端的墙 这个极端的墙 我们就不能随便用八字的平衡理论 比如说申墙的话 我们就要去抑制他 就克谢号 我们不能去克谢号 特朗普的 他的八字 也就是我们可以分析出 他是比较喜欢 就是说呃 笔尖和印销 笔尖就是跟他一样的啊 印销就是升他的 那么这样的话 他如果走这样的运的话 就运势比较好 呃 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地支里面 有那个五须啊 银五须是三合 三合火局 这是相当于半三合 然后呃 四五位啊 下面的四五位 呃 紫丑银某臣四五位啊 银某臣是东方木啊 三会东方木 四五位是呃 南方火啊 所以说他这个也是 这是火 这三个组成呢 三会火局 这个是三合火 那么火的话又升土 所以又增强他的力量 这个他有一个正观 没什么地位啊 呃 但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也挺好的 没什么地位的话 基本上他其他的 虽然正观啊 官杀是克克这个日元的 但是他反过来就是怎么说 能够控制他 所以他能够 有可能会当官 但其实上也是当了官 而且当了美国最大的官 从2017年到2021年 这四年啊 是美国的总统 嗯 然后呢 那颜太郎这个分析呢 到底对不对呢 因为他是吉土啊 吉土日主 身身极强 所以习一小笔节 刚才说了 呃 那么 颜太郎这个分析 对不对呢 我们可以通过他过去的历史 以及他大运来配合 我们去看一下 就是 川普的话 是九岁的时候 1954年啊 开始走大运 习运 第一步大运是七杀 七杀是以位 其实对他而言 这个命局的话 他能量太强了 如果能量 身强的话 可能来个七杀 能抑制一下 让他平衡一下 他还比较好 但是如果就是说 呃 他是身极强的话 那么七杀过来 反而对他是不好的 所以他可能就会有点难受了 为什么说难受 我们看一下这个 维基百科 他那个13岁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啊 13岁的时候呢 父母将他送到纽约 去军事学院 说实话 现在没多人想去军事学院 以前中国大陆的 可能家里比较穷 交不起学费 想着那个军校的话 可以就是说 能发衣服 然后不要学费 所以很多人去上那个军事院校 但现在这个年代 大家都不愿意去上军事院校 因为 气力太要求太严格 太压抑了 这普通的孩子 特别性格 性格比较活泼的孩子 根本受不了 所以他13岁就上的军校 对他而言是很大的一个压力 这个七杀是克我之为官杀 是克他的 所以他这一步大运 其实过得可能不太爽 因为军校里面都管着嘛 后来大家看到 那个川普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花花公子的人 这种花花公子的人 在小时候上军校 你看他有多难受 多压抑 对吧 所以这步大运 还是挺 就是严天狼的分析 对他的这个八字的把握 应该是 这一步大运来看是对的 注意大家看一下 他在19岁的时候 1964年就转运了 转成了丙生运 丙是丙火嘛 火生 这个丙火是年 年干上浮营过来的 就是相对于镇印 镇印什么意思呢 镇印丙火生土 那其实是在增强他的力量 也就是他的印销嘛 印销的话对他是好的 所以他这一步就转运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看一下 1964年发生什么 刚好威吉百科写了 他在1964年的时候 有一个棒球队的教练 特别表扬了特朗普 将他升级为军校生上位 候补军官的职贤 而且还在纽约时报上 刊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 这个其实就是他转运的一个标志 大家自己 其实每个人都有大运的 每个是那个大运 大家如果看到自己某一年 突然觉得 那一年突然有一些 运气突然变好了 或者变坏了 那你一定是转运的 转运的时候 就有这种标志性的事件发生 所以这是对的 大家看一下 严天狼说 他是洗印销和笔节 那么严天狼 认为其实在那个 特朗普在1964年 大家看到这是印销 结笔 印销就是生他的 笔节就跟他一样的 也就是特朗普从19岁到58岁吧 这40年 四部大运都非常好 都是对他有利的 为什么 印销是生他的 生他的也增强他的力量 因为他很 生很强嘛 需要让他更强 不是生很强 他是生极强 所以要更强 所以这两部大运是对他 增强能量的 他就很好 然后 结财和笔尖的话 也是他自己 自己也是给自己增强力量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 洗神吧 洗神的话 就是说他这四部端页 非常好的 我们具体就不看细节了 我们知道 特朗普在 起码到19岁到58岁 这期间 过得非常风光 当然他中间有炒楼 好像也遇到很困难的时候 那可能跟牛年有关系的 牛年有些时候 跟他不对付 可能就不太好 但总体来说 他这个19岁到58岁 这40年的大运 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不是无敌了 我们就不去细看了 这威吉白克想了很多 还有很多视频 介绍他的过去的一些经历 我们就随便挑一个吧 像2004年 大家看到 注意 从2004年之后 他就走另外 但就是山关大运的 就是根子 根是金嘛 那就是火生金 火生者为食神 山关 那么山关 其实对他不好的 耗他能量的 这个不好 在2004年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沿天堂看了一下 这个中文版的没有 英文版 他就发生这么一件事情 2004年的时候 他呢 就是跟人共同 创了一个川普大型 川普University 然后呢 他就是投了很多钱 结果因为违反了 他这个法律 最后把这个川普大学 被叫停了 所以这个事情 对他是不好的 为什么不好 这又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就是因为他又转运了 但人家是在这前40年 积累了很多财富 他的不好 他收死的骆驼也比马大 他的不好也比很多人强 但是对他而言 他肯定不爽 他想要做事做不成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山关运来了 这一步的话 我们就是分析了 所以说基本上对上了 所以严太郎个人认为 自己对他这个八字的 就是洗神的判断 以及八字的格局 整个的情况的判断 应该是应该是对的 个人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从2024年开始 大家看一下 2024年开始 这个川普进入了人赢大运 我们知道人是水 特朗普的日元是土 土克水的 那我克者为财财 正财或者偏财 也是代表财运 对于男人而言 财也是代表老婆 就是 然后 所以说他地质是饮木 饮木是什么呢 木 木克土 也就是说 木克土的话 就是他的正官 克我者为官杀 所以他 他这个荧木是克 克这个 极土的 是正官官杀 所以说他这个 这不但愿是 正财和正官 正财和正官 本来就是说 大家看到 正财 正财正官 对他其实都不好的 因为正官是过来 管他控制他能量的 正财是消耗他的能量的 他这个不需要被管 被消耗 可能是不太好的 总体来说 但是呢 有一点我们注意到 他这个荧木 我们知道 我刚才说了 是五须 银五须 五须是半三合伙 那么这个 现在银过来了 就是坐实了 银五须 三合火炬 也就是说 银虽然是他的正官 但跟他的这个命中的 五合须合到一起了 就成了什么 成了火 那火又是增强他能量的 所以说他虽然 表面上看 这两个字啊 人银两个字不太好 但是跟他八字命中的 几个字一配合起来 就不错了啊 就是 所以这不但愿 也不会太差 但是怎么说呢 总体那两个字独立的 没有之前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2024年是贾成年 为什么说 就是说 他能够当这个总统呢 这个贾刚才说了 是他的正官 这个官大家知道 正官就是官吗 那特朗普要当官 当什么官 就是总统嘛 总统就是最大的官 也是官啊 他这个月上的这个甲木啊 浮营到了这个流年的这个 甲 甲城上来了 这个相对于说 他的官运就来了 正官就是官运嘛 他走那个正官运 就是今年2024年 是他的正官运 就他就官就来了 然后呢 所以呢 严太郎就认为 这个 他在2024年 会当选美国总统 因为他官就 在这流点上反映出来了 在巴子上 已经反映出来了 但是大家注意一点 这2024年地支是尘土 尘土的话 我们知道 尘土有跟他的 年上的这个须啊 陈须是相冲的 这个陈须冲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须是火库啊 陈是水库 陈须冲其实就是 尘土中的 水和虚土中的火 在水火相冲 跟子武冲 有点类似 子是水 武是火啊 那么这个虚土呢 他其实就是他自己 因为为什么 虚土是他的那个劫财嘛 可是极土的劫财 这个笔尖劫财 大家知道啊 就是同我 跟日元一样的 就同我者为笔尖劫财 这个笔尖劫财就代表 这个民主的 兄弟 姐妹 或者是同事 朋友 也代表他自己 也代表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那么他这个 他这个 有陈须冲 就是代表他可能有 他 他自己 或者他周围的朋友 可能会 有事情发生 这个 陈须冲 冲到他自己了 所以 所以怎么说 大家知道 2024年 他那个 就是受到了暗杀 但是呢 他那个 仅仅是耳朵受伤的 中国古代有句话 就做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所以不知道 特朗普这个后福 是不是当上美国总统 好了 关于特朗普的八字 就解析到这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 好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特朗普当选 美国总统 将会对美股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 特朗普呢 他是实施着比较一种 有点种叫做 保护主义的政策 他上一任的时候 有一个 喊了一个很有名的口号 叫做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也就是说 他会就是说 去增加关税 然后 那么这样的话 对全球的经济和国际贸易 就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 我们知道 川普他在上一次任期的最后 一直对中国的加关税 基本上是关税战 贸易战关税战 这样做的话 就是说 一方面可能会导致 美国国内的通胀加深 另外一方面 会让中美关系更冷 现在中美关系 其实非常不好 可以说是中美新冷战 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也会对经济各方面 造成很大的影响 另外 川普可能会向美联储施加压力 维持比较低的利率 现在美联储加息加了很多 现在一直说还要减息 那么一直没减 那么川普如果上台之后 可能加速降息 减息的进程 美联储减息的话 可能会导致美股下跌 这个逻辑可能 很多人想的 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 很多人觉得 如果是美联储降息的话 那么存在银行的钱 就是 就是相对于说 力量变少了 那么这个钱会流入股市 股市是不是上涨 严谈个人不这么认为 严谈认为 这个美联储如果 降息的话 美股可能下跌 严谈的逻辑是这样的 如果就是说降息的话 那么肯定就是说 有可能是经济扛不住了 就是放水 降息就是放水 让资金就是说 流到市场上去 那么这个经济不好了 经济不好了 可能导致美股下跌 是这个逻辑 所以大家看 其实美国一直在 降息降息降息 结果大家看 美股涨得很好 那反过来 如果美股 就美联储开始降息的话 可能导致美股下跌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其实美联储和川普之间 川普政府之间 会有一个博弈 当然美联储是希望通过 保持政治的低调 来防止经济衰退 的政策的取向 因为说实话 如果经济衰退的话 那美股对美股影响很大的 所以其实美联储 一直在寻求那种 软着陆的这个 这个方式和方法 那么这样的会 对经济 会对股市 冲击都比较小 大家如果知道 2000年互联网泡沫 08年金融危机 那是对美股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么如果是美联储 这个博弈占上风了 那么这个其实是 对美股有利的 最后的我想说的是 不管怎么样 如果特朗普当选 应该会对市场 造成巨大的冲击波动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这个波动力会非常大 当然也是 也是暂时的 波动力很大 震荡之后 巨幅震荡之后 肯定会出方向 那么个人就是说 如果特朗普上台 个人是对美股会吃非常悲观的态度 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 另外一方面 现在美股的话 其实已经涨了很久了 这个是天道物极必反 有可能会进入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 大家所以说 不要就是说 在牛市中觉得涨 可以一直涨 涨到头 那么 严天堂一直说 没有永远涨的股市 也没有永远跌的股市 所以要注意 后面美股的动向 关于美股的话 后面严天堂可能会出视频 给大家分享 严天堂个人的看法 希望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